武汉的武昌、江岸、江汉、红山等行政区 今天相继传出明天将全域静默管理5天的消息 民众得到消息之后也相继出门开始抢菜 许多人在得知消息之后连夜开车跑了 引发中国大陆网友解读说武汉又要大面积封城 武汉多个小区下发的通知显示说 从21号凌晨起 所有的商业店要全部停业 除了超市以及集贸市场之外 所有的餐饮店停业5天 所有的写字楼也要全部都封闭 人员要在家居家办公5天 所有的物业管理社区实行一门进出的管制 大学则实行一周校园封闭的管理 所有的中小学将改为线上教学5天 武汉虎权社区书记郑宝珠在群内发消息说 相信大家都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听到了风声 21日零时起全市大范围静默 建议广大餐饮单位不要备货 避免扩大损失超市农贸市场 药店可凭借24小时核酸进入 建议广大市民不要着急抢购物资 避免在抢购的过程中被密接被感染 因明日起各中小学转为线上教学 写字楼居家办公 小区出入口将恢复为一门进出 明日起本区域核酸检测时间将调整为16时结束 请务必知晓给您带来的不便 我们深表歉意 现在发的是预通知相当于是通气 正式通知要等到市防疫会结束 估计晚上7点以后才会出来 除此之外 还有武汉市洪山区文化大道融创智谷传出的消息说 各部门负责人因疫情病毒传染性极强 目前防控形势十分严峻 接园区通知 预计从明天起 园区开始静默5天 公司届时将实行居家办公 请各部门安排在2022年11月20日周日下午返回园区 拿取必要的办公物品及拷贝办公资料 如有疑问及帮助 请随时与人力行政中心的人员联系